当播足球快信,2021年2月9日,班尼食硬班尼茅夫 英格兰足总盃第五圈在星期三凌晨拉开大幕 率先出场的是班尼,对阵班尼茅夫 班尼茅夫是英冠球队,其实力本身就低一档次 再加上他们近期输球场次较多,班尼茅夫今次实在空多吉少 在今届英格兰足总盃第三圈中,班尼曾遭遇小小阻碍 当时他们同低组别球队,米尔顿海恩斯 在加时赛战员还是难分高下,最终班尼通过12码大战淘汰对手 进入第四圈后,班尼遇到同为英超队五的富咸 虽然两队今季联赛表现都不多如意 但凭着前锋即洛迪古斯,同后为其云朗志的联手建功 他们最终三球员胜对手,过去三届英格兰足总盃 班尼最多就杀入到第四圈,今届重返第五圈 球队还是会重视这项赛事 另外,班尼已经连续三轮英超舞波赢 球队急需一场胜利来振奋军心 不是的话,他们在保祖的道路上会越走越远 今次对阵英贯分子班尼茅夫 相信班尼不会放过赢波子徒的大好机会 今届英格兰足总盃,班尼茅夫在第三圈 同奥咸的比赛被取消 他们得以晋级到第四圈 随后面对英越球队卡维尼 班尼茅夫也是主场以以比一险性对手 可以说,班尼茅夫在今届英格兰足总盃中 都未遇到过任何考验 而且自从晋级到第五圈之后 班尼茅夫的状态亦受到影响 他们在最近三轮英贯中输了两场 他们正处于积分榜前六名争夺之中 为了未来争取升班 球队可能会忽视国内其他杯赛 再加上最近六次面对班尼 班尼茅夫输足五场 当中多达三场的输球 系政府对手两个球或以上 这个足以说明班尼茅夫对着班尼是毫无抵气可言 在阵容方面 前锋奔科拿美因相缺阵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